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说结婚17年来 她每次吵架自己一律 还嘴不说话 久而久之 老婆觉得没意思 就自动闭嘴了 然后还不忘 骄傲的补充 相信除了我 她未必能找到第二个这么能作的男人 对于这种妖云祸中的做牌 辣妹只想翻个大大的白眼 当然辣妹也是为郭可颖说话 毕竟这俩的婚姻是出了名的一地鸡毛 两人各打五十大板 各有各的奇葩 常看港剧的宝贝对林郭夫妇肯定不陌生 郭可颖是香港塑胶大王郭达昌之女 身家过百亿 妥妥的百富美一枚 还有个亲弟弟叫郭可颂 今年前娶了熊带领 郭可颖自孝心格叛逆 不爱读书 对继承佳业也不感兴趣 一心只想当明星 为了早日实现明星梦 她跑去参加了93年度的香港小姐选举 尽管三家不入 但郭可颖毕竟是彩毛双全 最终她顺利细题 最受传播媒介 欢迎奖 还被TVB高层看重 前倒回下 很多演员靠后天努力 而郭可颖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类型 输航后 她不仅步步都是女艺 而且演技由口皆碑 很快竟成为TVB的当家四小花蛋 其中 刑事真机档案中的高洁一绝 使她成为了很多人童年的百月光 喝陶大雨的荧幕CP 那些年又多少湿奶熬夜在追 老公林文龙的作品不算多 但快是人口的角色不少 也是TVB老面孔了 演过比较有名的角色 有接大欢喜里含侯正直的大哥 军妍 法政先锋一二部的二号男主 谷则称等等 都是一些正面讨喜的角色 虽然没有大红大紫 但在那些年 她的确凭借演技刷了不少的存在感 林文龙和郭可颖相识于95年 在拍摄《万里长情》期间互生好感 开始谈恋爱 林文龙很快有了结婚的想法 进行多次求婚 无奈郭可颖一直不点头 长跑蒸蒸就年 郭可颖才在一天突然给林文龙打电话 答应她的求婚 据郭可颖说 当时是受到梅艳芳去世消息的刺激 感叹要珍惜眼前人 才行军来潮 要结婚 现在回看这组婚纱照 谁不会说一句天造地设 郎才女貌 简直献傻旁人 然而婚后生活不如外界想的那么甜蜜 而是处处隐藏危机 郭可颖出生富有家庭 从小养尊处优 还是TVB的当家花旦 相比之下 林文龙只是个观众脸熟的求小子演员 怎么看都是她高攀了郭可颖 加之郭可颖是公主脾气 暴躁易怒 偏偏林文龙又喜欢冷暴力 导致夫妻双方长期缺乏沟通 这样女强男弱 沟通闭塞的婚姻 可以说早早就为事后的生活买下了隐患 果不其然 爆发的一天来到了 2009年 郭可颖的前经纪人汪子齐突然爆料 林郭夫妻不仅人品极差 还双双出轨头吃 堪称人间极品 汪子齐之所以公开与前老板撕脸 一切建议一年前与夫妇俩因为佣金问题闹了不愉快 自己越想越气不过 便决定撕开这对虚伪夫妻的面具 公布他们的丑闻 当时汪子齐率先拿林文龙开刀 趁她保养了内地女星董维家 想不到一直以来因为穷在老婆家抬不起头的林文龙 对小情人倒是大方阔绰 大手一挥就买下了200多万的勾玉送给对方 还爆出了双方的暧昧短信 以及林文龙以死相逼威胁汪子齐 如果不归还 出轨证据 自己就吃安眠药自杀的电话录音 猛料一出大肿哗然 林文龙立马成为宙食之地 人们怒着她 人不红 道爱作妖 有这么漂亮的老婆不珍惜 到处的沾花折草 纷纷提过可颖不知 殊不知汪子齐接下来爆的料 狠狠打了这些人的脸 原来郭可颖同样不是什么青春小白兔 说起偷吃 她也不甘示弱 堪称鬼圈的男性收割机 对此汪子齐甩手又是一段录音 从录音中可知 郭可颖对林文龙出位于事早有知晓 而她自己不仅自认出轨多次 孩子暴与知名男歌手发生过关系 根据一系列蛛丝马迹 吃瓜群众纷纷把怀疑的目光指向了歌手李克勤 郭可颖曾经出演李克勤单曲花火的MV女主角 后来还与她搭档出演电视剧《法网依人》 两人之间可谓是合作无界 擦出火花无数 郭可颖还曾在节目中谈言李克勤 是她无话不谈的好友 在很多问题上 自己更愿意找她解决 为此林文龙没少打翻粗坛子 但李克勤很快做出否认 要是和郭小姐完全不熟 麻烦炒作不要带上我 汪子齐大概早就料到 李克勤不会任账 于是她再爆猛样 宣称李克勤一度有过抛弃正牌女友卢淑仪 引起郭可颖的想法 理由是觉得郭可颖比女友更忘夫 后来经纪人孤口婆心劝说 她才决定不做渣男 娶了相伴多年的女友 人讯得郭可颖大受打击 急之下便与李克勤打赌 你要结婚 我就比你结得更早 然而 转头后就答应了林文龙的求婚 咽下质疑郭可颖之所以会答应下嫁 林文龙根本不是因为 美顾之死 一切男歌手出轨当红花旦 话题有多劲爆 无需多说 广大吃瓜群众都等着当事人的回应 无奈 李克勤和郭可颖双双闭口不谈 这件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或许有人会问 林文龙 郭可颖哪怕不是门当户队 起码也是男才女貌 十分相配 为何想不通 选择偷吃私会前程 其实这在 辣妹看来倒是意料之中 在这段婚姻里 一个苦于丈夫的冷暴力 一个苦于去哪儿 都要被扣上软饭男的头衔 其实两人也年轻气盛 内心几率已久无法解决 久而久之 不就容易猛声外出觅食 填补内心空缺的想法 而林郭夫妻 虽然各有各花明在外 有一点却挺牛的 那就是无论外界看来 他们夫妻俩之间的感情 多么的塑料 但只要遇到外底 两人永远一致对外 互相给对方撑腰 就像当年 汪四奇的爆料满天飞 林郭二人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清楚自己不是什么 有底线的人 只能给自己开脱 说谎又算什么 便开始筹划反击 他们先是偷偷约见了汪子奇 假意向其忏悔 接着又归还他们 部分由金为耳 恳求他们能交出 两人剩余的出轨证据录音 放他们一马 汪子奇不觉异常 又念在从前主仆异常 不想做绝 便打算收了钱 谁知钱一进账 警察叔叔也敲向了家中大门 原来夫妻俩与汪子奇的交易完毕 扭头就爆了酒 控告汪子奇敲诈勒索 汪子奇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就直接被判了四年监禁 接下来为了挽回夫妻生育 林郭夫妻俩便召开了 一场隆重的记者会 只见夫妻俩失之紧扣的出场 然后林文龙对出轨 是进行了严肃否认 坚持撤所有的一切 都是汪子奇在无中生有 而董维嘉只是普通朋友 一场记招下来 不仅做足了门面功夫 还达到了澄清的目的 而且意图很明确 那就是故意要打汪子奇 以及那些看他们夫妻笑话人的脸 谁说我们感情不好 我们就是表现得很恩爱 不得不说这道行真的高 看到这对夫妻如此不要脸之词 汪子奇也恨得咬牙切齿 无奈自己身在狱中 无法再行他法 直到10年 汪子奇顺利上诉 提前两年出狱 便正式开始复仇计划 首先汪子奇召来了各大八卦杂志 爆了一堆林文龙与斗维嘉当年的亲密照 以及一份林文龙亲笔写的分手信 这足语证明 林文龙出轨一事 根本就是扮上鼎鼎 林文龙死前的回应 就是睁眼说瞎话 最后汪文琪又联手林郭夫妇的前内地经纪人 汪宜青一起爆料 这次他们将矛头对准郭克颜 炮红他脾气大素质差 不把助手当人看 辱骂大人都是家常便饭 夫妻俩还经常污蔑 助手撕退佣金 好几任经纪人都因为钱的问题被逼走 此外汪宜青还透露郭克颜早在刚结婚那会儿 就开始不老实 04年拍摄酒店风云期间 郭克颜就与人夫马德中 拿上两人常在剧组 七七我我私下还互发暧昧短信 而06年在内地拍摄电视剧红本期间 郭克颜还勾搭过张志玲 在杀星当天 郭克颜突然从后背 绣报张志玲 问他能不能今晚不要走 吓得张志玲夺闷而出 赶紧回家陪亮亮 但郭克颜也不傻 对于知道自己如此多秘密的助理 也是有所忌惮的 为此他曾威胁助理 如果自己的丑事曝光 就要与助理一起吃安眠药自杀 两任助理联手出击 道道致命 林郭夫妇彻底没了话说 直接装死了事 好在当时 两人的事业都开始走起了下坡路 日界差无此人 所以这次的丑闻 倒也是没有引起太大的舆论谴责 不过是胡上加胡罢了 爆出如此惊天地气鬼神的丑闻 到头来没多少骂声和讨论度 也不知道这该说运气好 还是胡作非为 而最最奇葩的是 经历互相偷吃之后 林郭夫妻依旧是一副 谁别想让我们分开的样子 哪怕上一秒再加护山巴掌 下一秒就能失职紧扣外出购物 很多人都会认为 对待伴侣应该以私不忠百私不用 无法理解 林郭夫妇为什么坚持不离婚 其实道理很简单 郭克宁作为香港塑胶大王之女 自然性高气傲 处处要争口气 不离婚无非是不想让人看扁 而林文龙本身就不是什么钻石王老五 现在还落得个渣男的头衔 离开郭克宁 他大概率找不到更好的选择 况且在二人看来 自己到了这把年纪 女儿也长大了 比起离婚的新生活 反而会更加追求安稳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 倒不如安于现状 继续相爱相伤 如今夫妇俩依旧不时晒恩爱 谁不想感叹一句人皆真实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久能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